各位你看看它整個都是只有蛋白 什麼都沒有 整條這樣開開開 整個都黑了耶各位 黑的黑的 有感覺有料 像這裡就是蝦肉 對對 有沒有 喔有蝦子 欸這個我喜歡耶 我覺得開到這個不錯 好好吃喔 對 口感不錯 不錯不錯 對這邊 切的漢堡 上面這塊這麼大塊 沒錯 糊糊的口感 我只能說抱歉了 小蔡你覺得這10樣裡面有沒有雷 有啊 請看我的眼色指示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乾杯 我是小蔡 歡迎收看這次的全聯新品開箱 對 那我們這次剛好有去買菜的時候 順便就買一些新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桌上的東西 好那我們直接 直接來開箱 對直接來開箱 那我把其他的菜菜先收起來 好 這次就先來開這個蛋白棒 跟糖心蛋 對 原來我一開始是只有看到蛋白棒 但是想說蛋白棒沒有蛋黃 但是糖心蛋有蛋黃啊 兩個一起 兩個一起開 喔這樣是59元 三支耶 三支59元 等於是60 一支20元 這樣耶 喔這樣等於一支20元 嗯 嗯 喔三顆 跑出來了 這個這樣59塊 對 啊這個是65塊 65塊 然後各位我們發現一件事啊 他這個包裝看起來很像對不對 對 但是他的公司都不一樣耶 這個是台序 另外這個是福祭 所以各位美味糖 他這個包裝雖然一樣 但是製造的公司都會不一樣 對 而且糖心蛋裡面就有什麼 有這樣 我燒個糖心蛋 感覺有比較熟 嗯 不過還是可以啦 先吃蛋白棒好了 先吃這個 這個名稱我還以為是那個營養棒 現在都有這種蛋白棒 還是什麼蛋白塊有沒有 蛋白丁 這是因為健身 所以有些人要吃這個嘛 嗯 真的很蛋白耶 對 各位你看他整個都是只有蛋白 什麼都沒有 整條這樣 這個蛋白這樣20塊 其實我覺得這樣吃不上耶 我可能會想要吃雞蛋 對啊 我其實我這樣看一下 我會想要吃糖心蛋 不過他這個應該就是 真的是給大家純攝取蛋白質的啦 那像Dennis現在也在吃什麼蛋白粉啦 大衛王軍團啦 現在每個都在練這個 這一顆雞蛋 他的蛋白質是4.9克 這一包三條的話 蛋白質是13克啦 啊如果分成三條 不就也就是4點多克 喔 所以是一樣 如果是我 不是在健身的人 我會比較喜歡吃糖心蛋 不過不難吃喔 就像那個滷味 滷蛋的那個蛋白 他外表有點紅紅 但是不會辣 而且他這樣一包 熱量的話只有92.6大卡 差不多吃一條香蕉嗎 對 所以就是會有飽足感 然後熱量不會太高 吃起來口味不錯 不錯 其實兩個我覺得吃起來都不錯 對 我個人比較喜歡 糖心蛋 糖心蛋 對 好 那我們再來開下一個 好 已經晚餐了 我們來吃火鍋好不好 吃火鍋好 欸各位 我真的有發現那個桂冠有出這個什麼 新的墨魚漿 他好特別 還有這個墨魚餃 對 那我們直接來煮火鍋好了 因為肚子餓了 當晚餐吃 好 當晚餐吃 各位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墨魚餃 好喔 我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覺得他很特別 因為他是黑色耶 很黑 他都黑的 對 這個跟之前那個燕角好像有點像 但是他這個都是黑色的 對對 然後他上面有特選墨魚粉 自然鮮香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墨魚漿 30%綜合海鮮 而且各位他這一條還蠻大條的 我跟小蔡在現場看到其他品牌的 都比較短 大概只有150克或是120克 對 他這一條有200克 他特別長 特別胖一點 對對對 然後我在看到他裡面 就是他有什麼蝦子 章魚 魚卵扇貝 整個感覺就是非常的豐富 感覺很無聊 對對對 各位 那我這次我來煮火鍋 我用這樣 一樣用他桂罐的 不要說我不公正 一樣用他桂罐的這個什麼 農醇牛乳鍋 這個我沒有吃過啦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吃過 但是這個東西聽說出來一陣子 我朋友說是還蠻好吃的 所以我想說就這次用這個 牛乳鍋 來煮這個 墨魚漿試試看 他的墨魚漿 他這上面有寫乳香豐富 我們來吃看看有乳香味嗎 好啊 看乳香味 好 所以他打開是這樣 長這樣一包 這一包這個喔 對 他就是一個 算是鍋底吧 就是後面他有這個加水的比例 我們直接照他這個來煮 好 好那我把墨魚膠放下來 哇 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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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墨魚漿 墨魚漿 各位看長 幾乎長這樣 很墨魚耶 整個都黑了耶各位 黑的黑的 有感覺有料你看 像這裡就是蝦肉 對對 哇 喔 蝦子 喔那這樣我要多擠兩顆來吃 哇其實他跟兩人份這樣煮一個土鍋 剛剛差不多 剛剛還差一點要鋪鍋了 分量還蠻多的 哇你看土鍋拿起來 他還一直在滾有沒有 有喔 我用土鍋真棒 再盛完了 當然喔 黑白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好吃 對啊 喔他這個樣子 嗯 我感覺他應該很好吃 在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乳涼香 看起來不錯 他這個湯不錯耶 蠻濃郁的 有奶香味耶 對 牛乳鍋我們之前沒有再買 因為就是 就是在外面餐廳有時候吃那個 牛乳鍋 都沒什麼味道 都沒味道 欸對 都是好像都 那水桃 牛奶還是牛奶粉這樣 對 喔他這個不錯耶 喔他裡面有加雞膏湯耶 奶粉雞膏湯水 專用紙 上寫牛乳油脂之類的 來吃一下這個 這是墨魚餃對不對 嗯 所以我就是看到他在架上一排火鍋料 然後他是黑色的 對啊 最特別 不錯喔 而且有那個墨魚的味道 他裡面除了那黑色的那個墨魚漿 裡面還有一點點料 這個是梅吉 黑色的食材就是小菜一定會買 因為 我貫測一個原則 牛乳鍋 對 牛乳鍋 我聽到我會聽了 雞肉要買黑子雞肉 黑色的食材小菜一定會買 頭髮才會白得太快 各位你看一下 它裡面有蝦子耶 剛才我們看到蝦子煮起來就變這樣 對 而且它這個有著什麼 魚卵 對 對 各位你看 有看魚卵嗎 有 我喜歡這種 因為我們平常買的那個 花枝薑蝦薑 它就是一種 我比較喜歡吃魚卵 像烏魚子有沒有 魚卵因為它會 對 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這個我喜歡耶 我覺得看到這個不錯喔 好吃喔 對 口感不錯 不錯不錯 我喜歡 而且吃也有那個鮮度 嗯 其實這個桂冠的火鍋啊 那火鍋料可以說是中間必吃的 可是它有很多種 比如說我們想選那個魚卵啊 黃金丸啊 對 瑞雲吃就是他們家黃金丸 它的黃金丸我以前還有一陣子是買那個什麼 營業用3公斤的 哈哈 對 有在做生意就知道我這樣說什麼 那包就是那包很大包的一包 兩點都黃金丸 應該要3公斤 對 幾個吃到它嚇到 停很久都沒吃 對 停很久都沒吃 我們如果家裡吃火鍋也就是買歸罐的 對 因為我覺得咖啡比較好 比那種 你知道那種亮飯店有沒有 那隨便你吃 一格一格的 那吃都粉 如果這個吃那個味道就不一樣 不是那種粉 市場也有那種青筋的 那也都粉 對 都粉 都不好吃 都不好吃 第一次吃這個牛乳鍋 我覺得它這個是不錯 而且它這只有兩人份 你在吃的話比較沒什麼壓力 這個我會說 不錯 會說 讓我簡單吃一下 我們待會再繼續拍 吃 吃點蔬菜 吃點蔬菜讓我們吃一下 我待會再繼續 好 好 各位 接下來 我們要開的這個 港式蘿蔔糕 對 蘿蔔糕的東西我覺得是比較簡單 那個蘿蔔糕 你直接就是知秋對決 煎下去你就知道說 到底好不好吃 對 打開了 大家看得到它這個都還有一些肉在外面 對 然後它這裡也有紅紅 這應該是油蔥酥吧 嗯 我覺得斷面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不錯 小菜煎這樣 好 小菜煎這樣 小菜煎這樣 看起來很漂亮 好 各位來了 煎得挺香的 嗯 我私有吃到蘿蔔 還沒有吃到內餡 豬肉 它這個餡其實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算點綴的這樣而已吧 我覺得吃起來挺香的 妳也很高興耶 妳也很高興耶 對 就是跟妳說這句 自己學到自己補啦 就是這樣 自己臭梅 的確是還蠻香的啦 但是它那個什麼肉粗啊那個有沒有 比較少我都沒有 我那個是沒吃到 它又有點像點綴性質 但吃不太到 不過我覺得它這個蘿蔔糕啊 比外面那個早餐店的都好吃 喔對 外面那個人家早餐店的那個 有的是粉粉的有沒有 這個比那個好吃多了 對 不過妳如果說要跟我們台灣那個專門 有的那種專門蘿蔔糕 蘿蔔泥用很多的那個蘿蔔味很重的 這個沒有 一比這個沒有 然後它如果說是港式蘿蔔糕 比如說那種加叉燒或是黑米那一種 它也不是那麼的道地的味道 但是整體吃起來 我覺得是可以 69塊我覺得你馬上切一些 這樣煎 這樣煎煎的很方便 過關啦 我覺得這個可以給過 蘿蔔糕它本身也有鹹鹹 沒有醬油也可以 嗯 尤其有的人拜拜啊 這個就很方便了 拜拜你如果是早上要去菜市場唱粵 那是很困難的事情 對 譬如我在前年買一下是很方便 對 不錯啦 可以啦 比一般的蘿蔔糕好吃 好接下來要吃的是櫻花蝦燉飯 燉飯喔 它這個貼體包裝做的超美的 很貼體耶 對啊 切到你以為它是浮在上面有沒有 這都是包起來的 對 各位這樣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它這個就是燉飯嘛 蘿蔔糕 對 還有一些菜刀 洋蔥 還有兩塊玉米筍 對 後面有加熱說明 我們就照加熱說明來做好了 對 這個稍微黏的關鍵 要刮一下吧 對要刮一下了 現在遇到的狀況就是你買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 對啊 它會切 你就是要自己把它刮一下 好像因為它緊貼在上面的那個膜 嗯 對 膠膜上面 你好像在在修繩什麼東西耶 拿著刷子在那邊 我覺得它真的是太貼體了 貼體了 已經完全都黏在上面這一層 它的這個包裝袋上面了 然後再煮四分半 好四分半 開始了 這個看起來有點奇怪 怎麼會長這樣喔 讓它黏黏一坨一坨 覺得好像有點 看起來有點牙肉喔 對啊 我有點擔心 你看小菜這樣夾就知道了 它就這樣都是 糊糊一坨一坨的這樣 然後黏在一起 對啊 我覺得很牙肉 它很牙肉 它在煮的時候我就覺得很不妙了 燉飯的話應該是呈現 米心無頭對不對 對 有點定心 但是這個如果稍微煮米的時候 放半窩水 或是一窩水這樣 這樣 全都膏了 對啊 沒錯 糊糊的口感 我只能說抱歉 我老是人 這我吃的時候吃不太好 包裝看起來很漂亮喔 很漂亮耶 它真空包到這樣 叫我煮起來是這樣 這不是燉飯 這不是燉飯 這容我蝦子吃一吃 請他找那個Q醬 不行 Q醬會廢我嗎 會他會生氣 他會說舅舅你太過分了喔 他如果撇開米粒啊 口感的問題 不然它是很香 還稍微鹹鹹鹹 還稍微鹹鹹鹹 不過它這個蝦子是 有青喔 蝦子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飯真的是不行 好像煮起來是固的耶 對啊 可是我是 水跟時間都有喔 就是完全照它後面的標示說明去做的 因為各位 我是這樣啦 我自己開始買 我煮起來 一三行 我就呈現三行 給大家看 我沒有必要去幫廠商負航 蝦子是OK的 我就會講OK 但是飯不行 我就說不行 還有什麼心得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啊 那我們再來下一個好了 鮭魚漢堡牌 鮭魚漢堡牌 我們來開這個 好 所以這裡面有四塊 他這怎麼都要沾沾會呢 沒有 他裡面有爪 有爪 我們打開給大家看 各位要讓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也有寫說 你不要解凍 對 因為我們是在拍影片放比較久 結果被人家解凍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對 正常來講的話 應該是結冰的 對 對 我們現在放過的時候 軟軟 軟軟 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總共有四片 他都長這個樣子 對 那我們直接就把它拿來煎了 煎了 各位煎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長這個樣子 對 他有一個 那個是鮭魚的味道嗎 鮭魚的味道 對 有鮭魚肉的香味 給大家看一下 這斷面長這個樣子 但他好像不是粉粉的 粉色的鮭魚肉 不是 但是有鮭魚味 鮭魚洋蔥 大豆還有雞蛋 大豆蛋白 大豆蛋白 不好意思 我少看到你 吃起來的確是有鮭魚一樣的香香的 你跟直接吃魚還是有點差 差異蠻大的 對 差異蠻大的 不太一樣 但是你可以知道它是鮭魚 但是我覺得它的口感 是不是有點泡泡還是 有一點 泡泡國語應該怎麼說 有人會這樣說嗎 我們南部都說台語說的關係 希望這個泡泡國語是怎麼說 它的口感就是泡泡 泡泡大家如果知道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國字怎麼打 尷尷是 尷尷有 但是好像沒有很驚豔 不用怕 它是鮭魚漢堡牌 我們把它組合在漢堡裡面吃看看 小菜其實已經準備好了 我已經烤好了 這也是全年的漢堡喔 對 我下面還有塗那個 黃接末喔 沙拉 好 我用這樣喔 用這樣有像漢堡啦 我切一半 切一半 為什麼 切的漢堡上面這塊這麼大塊 尷尬這塊胖很大塊 很厲害喔 它叫做漢堡牌嘛 所以讓它在這個 它最適合的環境 它最佳環境 來應戰 要不然說我不公正 不能直接吃要加漢堡吃 對 好來 加漢堡吃有點不一樣 變好吃嗎 對 因為它的漢堡麵包本身還不錯 表現感覺變好了 對 但是它這什麼 鮭魚排的這個 本身的味道就變弱了 因為整個被這個漢堡的組合 那個味道強佔過去 可能因為還有我漢堡包的上下 我還有塗了黃芥末沙拉 黃芥末沙拉 黃芥末沙拉 它是整個很搭欸 很奇怪 這個 它們果然才是割良好 可以喔 可以 今天沒有買到生菜 不然加點生菜綠綠的會更漂亮 對 做成漢堡給過 如果單吃沒有過 我今天就是買這個 它也是全年的漢堡包 三個45元 所以一個15元 建議大家就是 買這個的時候順便買漢堡包 對啊 要不然你這樣單吃你會有點失望 對 但是你這樣加了吃起來感覺不一樣 嗯 不錯 那這樣我們已經開到 來到最後一個囉 各位來 最後一個 老蟲劑酸菜雞 嗯 各位今天買的麵包就是這個 它也幫我們切好了 都已經切好了 對 裡面就是三個 那像它這種漢堡包 我們是不是那個煎蛋 或者是煎漢堡排 煎完鍋子熱熱的 對 就這個麵包 有沒有 在那邊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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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我以前探車的時候 探車就是這樣 對 鐵板 對 鐵板的概念 對 就不用再另外用烤箱了 對 然後也很好吃 很香 這個真的麵包還不錯 它為什麼叫老蟲劑 重慶不是都吃辣的嗎 還有這個酸菜雞喔 聽起來就好像不太搭 不知道 我們來開看看 好 來 那我想到我們吃那個 重慶的 代把牛肉 沒有啦 那是火把牛肉 不是代把牛肉 哈哈 哈哈哈哈 那隻牛一定是公的 它是代把牛肉 那一開始我講的對不對 我講錯 結果小菜子寄到現在 它長這樣 看得出來有很多黃豆芽 黑木耳 是嗎 哇 這是真的豆芽鍋喔 哈哈 有啦有看到 有雞肉 黃豆芽好多 對 我們來可以給它熱一下 好喔 哇 好了 雞有一些 好像類似雞胸肉 我覺得應該都是雞胸肉 雞胸肉 那其他都是那個黃豆芽 嗯 還有看到這個 凍豆腐 哇 它這樣咬起來的 稍微有酸口味 對對對 好 來試試看 天氣冷這樣吃 吃熱呼呼的感覺 應該是還蠻好的 但是不知道味道如何 要吃看看 喔 燙 我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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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各位我 我 我覺得我吃不好 這個吃起來蠻辣的 裡面那種乾辣椒這個 會辣味 對對對 然後它這個 這種 酸辣 跟我們一般吃那種 東北酸菜白肉鍋那種酸 吃起來不太一樣 嗯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加這個豆芽菜 我覺得我吃不好 我覺得有點突兀嗎 肉片的話 因為它是輕輕啦 雞胸肉 雞胸肉 比較柴一些些 對比較柴一些 嗯 我覺得 沒有很好吃耶 剛才看那個熱呼呼 感覺好像 很讚喔 很讚 吃起來 感覺那個肉差有點大 它這個上面寫 酸香鮮美麻辣爽口 麻辣爽口 它真的是有辣 而且不是那種紅油 我們吃麻辣鍋上面那種 紅油 辣油的辣 它這個是直接辣椒 非常 對這個辣椒 入口就很辣 但是沒有那個辣椒的香 它的辣是很直接的辣 那一種 對 其實我說你說我這種 這種 直接辣我還不愛 對 我比較喜歡麻辣 對 所以我說這個我吃不好 不過不過是這樣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去試試看 因為 口味在人 口味在人 畢竟我的嘴巴不等於你的嘴巴 但是其實它加很多豆芽 我還蠻喜歡的 真的喔 各位你看 這個口味稍微差異 小菜覺得豆芽OK 我可以 但是我就覺得加豆芽 這樣吃起來很奇怪 所以真的是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但是湯頭 你會喜歡嗎 我比較喜歡 如果是酸菜鍋 我也是比較喜歡 你比較喜歡酸菜鍋 酸菜白鍋那個湯頭 那種湯頭 對阿 我覺得沒問題 好 就這樣吧 好 各位我再擺一擺 後來才發現說 我們今天開這樣十樣耶 吃十項喔 十項 小菜你 你覺得這十樣 裡面有沒有雷 有喔 請看我的眼色 只是 不好意思 各位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櫻花蝦 SO醬 我真的是覺得它有點雷 我覺得它不是燉飯耶 它煮完沒有軟飯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說實在 那不是不好而已 那是很不好的 有雷有雷 它的飯都膏了 對阿 所以我這個是絕對不會回購 嗯 那除了這以外 你另外會回購的大概有哪些 我的話 我應該就是這個 純濃牛乳鍋 我看這個不錯 牛乳鍋不錯 意外 蠻超出我的意外的 對其實這個東西以前 就我朋友跟我們講說 還不錯吃 但是我們都沒有買 都沒有買過 對 在第一次吃的時候覺得 這個東西有點像賤恨丸 應該早一點買 買來試試看 對 這一次我們這樣開我就 欸它不錯 所以如果說我想吃牛乳鍋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會 回購它 我也會 還有嗎 加料就好 我應該會選漢堡包耶 我的漢堡包我覺得不錯耶 而且它一次才三個 對啊 這很適合家庭購買 對啊對啊 乾杯咧 讓我猜猜 好你猜 你應該會選 墨魚薑吧 會對 墨魚薑 這個你應該會選 然後我覺得它墨魚餃 表現得也不錯 但是我會覺得墨魚薑 因為它可能 海鮮料更多 料比較多對吧 對 而且看得到說 這個是蝦 要不然就是有吃到花枝 跟魚卵 對 那你就會覺得說 真的是蠻有料 吃個墨魚薑裡面的東西 也還蠻豐富的 我很喜歡它那個魚卵 就是會 噗噗噗的口感 對對對 喜歡吃明太子 烏魚子 魚卵的朋友 應該就知道 小菜在講那時候 對 對 牛乳鍋也不錯 嗯 然後你剛才的麵包 我覺得也還可以 那你我還在多加一樣 可能就是糖心蛋 喔 現在兩種都沒有錯了 對對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糖心蛋 它的表現其實是 中規中矩 沒有特別的好吃 就是一般的糖心蛋 但是我覺得像這個就是方便 因為像大家記得說 我們之前有開過那個三頭火 你說拉麵對不對 拉麵 對 對 我們想要找那個糖心蛋的時候 這樣買一個 其實就你切一下馬上就 就有的用 對 所以我會回購的就是 桂冠的 墨魚漿 它火鍋料 牛乳鍋也不錯 還有麵包跟糖心蛋這樣 嗯 這個不好意思 這個有的 我覺得 中間直接不適合 這大家自己也可以參考看看 對 搞不好你覺得很好吃也不一定 都要試試看 對 好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喜歡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希望我們 真實的呈現 會對大家的選購是有幫助的 有 有喔 按讚喔 把影片分享出去 好喔 好OK 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有一年過年一大早 凌晨六點 我就跑去菜市場 跟一群大媽 唱過 那過年是怎麼唱 那過年又恐怖 然後 老闆看到你這細分的 他都把你刮的那個 旁邊有嗎 人家可以切四四方嗎 他就會切那邊邊 我們這是要怎麼參 阿嬤比 阿嬤阿姨啊 每天都在菜市場走開 對 他們菜的過比較漂亮 嗯 當然 我覺得這樣子 要一台不錯 可以啦 可以 真的比小餐店好吃 好吃 我想到我又有一年 那老闆還跟我說 阿你有煮文嗎 哈哈 沒有煮文 哪有你的分 沒有煮文 那就買方便就好了 哈哈